来了,兄弟们,欢迎收看虾七八谈,我是老虾 说起最让游戏厂商担心的事 就是正在研发中的游戏突然造的泄露 一方面是辛辛苦苦的研发成果就这么被白嫖了 另一方面,很多靠剧情去吸引玩家的游戏 一旦泄露,势必会影响到后期的销量 因此在游戏的研发过程中 开发团队一定会严格保密 但由于一些不可抗理因素 或者一些被有用心的人搞失 导致游戏机密外泄,后果就非常严重了 从2013年R星发布GTA5以来 已经过去了9年时间 玩家和粉丝们也在期待着续作GTA6 不过一直以来R星都没有公布过GTA6的开发过程 这让人不禁怀疑,你到底有没有在搞 然而18号,一段53分钟的游戏视频 在各大平台上疯传 根据彭博社消息证实 这段视频正是目前在研发的GTA6时机视频 信息泄露的来源是一名18岁的黑客 他利用员工远程区家办公的间隙 树清了他们的slack 然后窃取了大量的游戏源代码和系统资料 更是公开发布消息勒索R星 大概意思就是 你得为这些数据花点money 要不然后果自负 估计这会儿R星头大了一逼 黑客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先公布了一大串游戏代码 随后有超过90端游戏视频被放出 这些是早期和尚未开发完成的画面 模型贴图都还没有渲染完成 而且根据泄露的内容称 GTA6从2014年开始研发 原计划在2023年上线 游戏通关时长 大约在75个小时左右 总共有一男一女两个角色 男的叫Jason 女的叫Lucy 原型是少世纪美国著名的雌雄大盗 邦尼与克莱德 游戏底图 除了咱们熟悉的罪恶都市 还有一个名叫Port Gellhorn的新区域 复刻了很多的现实阶级 还会加入全新的动作 枪写 以及载剧 当然 这次泄露不管是对玩家 还是对游戏公司来说 都是一件坏事 开发人员多年的努力 有可能复制一句 而对于我们这些游戏玩家 肯定是期待GTA6这个惊喜的 现在啊 哦 惊喜没了 只想让人抓着泄密者脖子问一句 什么他妈的 叫惊喜 同时呢 这也是游戏史上最严重的黑客泄露事件之一 不过根据儿星最新发布的公告称 这次事件不会对GTA6的开发 产生任何长期影响 玩家们相当于看了一个尚未完工的宣传片 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 游戏很有可能会跳票 如果没跳 那就等我没说 也是希望儿星能尽早处理好这个麻烦吧 2003年 发生了游戏史上第一起震惊世界的泄露事件 激胖发现自家公司 开发了五年之久的半条面二元代码 被泄露到网络上 有超过400万人 在网上下载了这些元代码 原计划在2003年9月底才推出的游戏 因为开发进度问题挑票 而这次泄露事件 又要导致游戏无限演技 对V社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意识到事情不对的激胖 很快就在社区发体求助 并且在整个公司开始严格自检 希望能揪出这个内鬼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游戏三分之一的元代码 遭到疯传 几个小时之后 网上还出现了携带木马病毒的半条面二 这次事件给V社 造成超过2.51美元的损失 始作勇者嘛 是一个叫尖辈的德国人 同时也是半条面系列游戏的粉丝 起初他只是想知道 更多关于半条面二的细节信息 但是一般游戏还没发售 官方是不会公开这些内容的 因此他便耍起了小聪明 利用黑客技术 黑进了V社的网络 然后看到了让他梦寐以求 正在开发中留一些元代码 欲望充获了他的头脑 他将这些代码下载之后 自己又做了一些改动 使其可以基本运行起来 就成了一个能玩 但质量很差的枪版半条面二 做完这一切 杰贝为了向朋友炫耀 然后把这些文件发给了他 并叮嘱好兄弟 你自个儿玩就行了 千万别外传啊 而他的朋友以信誓旦旦的保障 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的确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因为接下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这个老六朋友 转身就把这些文件放在论坛上 一时间全世界的玩家们都沸腾了 哭等了五年的游戏 终于能看到了 而且还能白嫖 鸡胖和V社恨得牙痒痒 不得不宣布游戏回路重造 并延期发布 事情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黑客渐备显然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几个月之后 他向V社发了一封无标题有限 声称这事是他干的 并且表示自己很喜欢V社的游戏 想问问鸡胖 能不能让他来V社上班呀 也不知道这名黑客是情商有问题 还是咋地 干了坏事不悄悄悄地躲着 还敢找上门来 这把鸡胖气得够呛 好家伙 偷我游戏 还要让我给他提供工作 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坚贝的请求 来吧小老弟 我们这儿就缺你这种人才 事实上 V社早就和FBI取得了合作 准备利用电话招聘的方式 获得坚贝的个人信息 再将他骗到美国来 一举抓捕 还没等FBI有所行动 2004年5月7号 还在床上坐着V社幸福工作美目的坚贝 一整眼发现 卧槽 自己床边站满了手持全自动武器的德国警察 一拍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他的脑袋 这把他吓得够强 赶忙双手抱头 德国警方提前逮捕了坚贝 并且提起诉讼 不过坚贝并没有被引渡到美国 而是在德国审判 审判时也没有V社的工作人员在场 因此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证明 就是他泄露了半条命儿的原代码 于是坚贝被判两年监禁 缓行两年 如果说在美国 他至少要面对20年的牢狱之灾 这一波可以说是变相保护了坚贝 尽管游戏的开发进程和发烧时间受到影响 但后续860万套的销量 也证明了这款游戏非常的成功 玩家们也是真心热爱半条命系列 《毁灭战士3》是一款第一人称射击类恐怖游戏 2002年在E3展 向玩家展示了一段实际演示 按照游戏厂商的打算 是在一年之后正式发售 但没过多久 网络上就流程出 一段大小为364M的游戏demo 玩家下载了这个demo 就能提前试玩几个序章和关卡 当然这些也只是早期的测试版本 有很多没有完成的地方 因此运行的时候 需要玩家手动更改文件中的见值 而且需要控制台输入地图的名称才能载入 这次泄露 对游戏厂商造成的损失并不大 但对发烧以后 玩家心理所造成的震撼程度 就要大打折扣了 为此 开发商必须找个人背锅 查来查去 最终根据泄露版游戏上的数字签名 将目标锁定在合作伙伴 显卡制造商ATI身上 原来是ATI旗下的一名员工 擅自将游戏分享到网上 好嘛 那鬼性在我那一波 事后 尽管ATI将这名员工开除 但ATI在整个行业的名上 都不好了 其他的合作商 都或多或少地取消了和他们的合作 这应该是游戏界最为体现的剧透了 2010年3月份 在YouTube和Vimeo等视频网站上 出现了一段星际争霸 重足之心的游戏结局动画视频 视频只是一个渲染粗色的样片 声音和画面不同步 很多游戏剧情也不完整 看起来就像是初学者的粗质烂造 对此很多玩家都觉得 这是假的吧 是不是有人恶搞 当然 这还得等开发商暴雪的正式公告 结果暴雪一句话没说 都用法律手段 将这些已经发布到网上的CG抹除 直到两年后游戏发售 玩家们才看到 这居然和之前看到的结局CG一模一样 要很多人吐槽暴雪 两年时间啊 你就不能做个新版本 满足一下玩家们的期待吗 对于游戏厂商来说 小部分游戏内容或者剧情的泄露 还能通过一些手段去解决 但对于即将发售的游戏来说 游戏泄露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将是致命的 2011年 EA旗下的孤岛危机2 在发售前一个月 网上流传出孤岛危机2 全套开发版空间 包含了完整单机流场 多人部分 以及用于在线认真的主密钥 总共有多达6个季的内容 玩家如果下载这个泄露版 就能体验到90%以上的游戏进化部分 音乐 以及完整的故事场景 要命的是 泄露版链接 在论坛网上上四处可见 这意味着没人再花大价钱 去为那10%付费 直接影响到接下来的销量 开发团队几年的努力 全部都白费了 能一次泄露这么多游戏内容 而且还是在游戏 即将发售前一个月稿式 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又是游戏公司出了内鬼 一直到今天 事件的罪魁祸首都没有曝光 泄露事件发生之后 EA发布声明表示 非常失望 并紧急地处理了 分享电击的网站 以及封杀分享泄露版的玩家 后续也只卖出了 300万分的销量 距离游戏公司预测的 700万目标 足足差了一大半 这些泄露事件 给所有的游戏厂商 敲响了警钟 在游戏研发过程当中 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否则一旦泄露 带来的准质无法估量 同时也会伤到 整个游戏市场 和游戏开发者的热情 而作为玩家来说 期待的游戏作品 被剧头泄露 就好像看电视剧 才看第一集呢 别人就告诉你 大结局演了个啥 跟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 泄密者的出现 会摧毁玩家 对于游戏本身的热爱 让玩家对新内容的期待 也有云散 这里是夏七八谈 下期再见